英国有一座令人闻风丧胆的鬼桥 先后有高达600只狗子跳桥自杀 真相令人意外 这座鬼桥从外观上来说 和普通桥没有两样 但因为离奇诡异的事件连连发生 所以总给人一种阴森寒冷的感觉 听周围居民反应 只要有狗子走上这座桥 便会狂废不已 仿佛不受控制一般一跃而下 所以当地也很快张贴了 给狗带链子在过桥的告示 毕竟这座桥高达15米 一旦高高跃下 可以说是必死无疑 当地有一位老人 在阳光明媚的一天 带着他的狗子出来散步 却没想到在经过鬼桥的时候 狗子着魔一般的跳了下去 带到宠物医院之后 却被医生诊断说 已经无力回天 最后只能将其埋葬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真的有什么脏东西存在吗 专家也听闻此事 迅速赶来一探究竟 为了抓紧时间弄清真相 专家们甚至住在了桥下 他们决定先从狗子身上找线索 让狗子受到刺激的 无非就是听觉 视觉已敌嗅觉三大感官 从视觉来说 专家曾经研究发现 狗子只能看到三种颜色 而且还是近视眼 再加上桥体都是由花岗岩组成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颜色 在一番研究下 就排除了这个原因 那听觉和嗅觉又该做何解释呢 在英国有一座鬼桥 外表很普通 但高达600只狗子 在这里跳桥自杀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众多专家前来研究 他们先从狗子的视觉进行分析 但因为桥体并没有什么异样 就果断排除了 接下来就是听觉和嗅觉 单就听觉来说 狗子的灵敏度是人的16倍之多 尤其到了晚上 因为近视眼的原因 视觉受限 听觉则会更加灵敏 只要有风水草动 狗子便立即进入防卫模式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会选择 狗子作为门卫的原因 但专家们经过几天 在桥下的蹲守 并没有听到有奇怪的声音吸引狗子 那这几百只狗子为什么会离奇跳桥呢 视觉和听觉都被排除了 那嗅觉会找到什么线索吗 难不成真有脏东西存在吗 狗子的听觉灵敏 但别忘了 它们的嗅觉更是超出其他动物几十几百倍 可以闻出几百种气味 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尿液 找到回家的方向 全靠它们湿润的鼻子 在闻过某种气味后 将信息传递给大脑面开始工作了 就凭借这一特殊技能 有些身体优异的狗子 也被选拔成为了军犬 为国家效劳 就在几天的观察中 专家们发现 所有狗子在过桥时 都会趴下来用鼻子嗅 这可真的算是一大好消息 那狗子们到底闻到了什么呢 为什么人类就毫无反应呢 高达六百只狗子 不明原因 离奇跳桥自杀 这座被称为鬼桥的建筑 为什么这么邪门 就在专家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 这和狗子的嗅觉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所有经过这座桥的狗子 都会停下脚步 趴在地上用鼻子嗅 这可算是一大突破点 那狗子们到底闻到了什么呢 为什么人类就没有任何反应呢 于是专家改变研究方向 仔细排查这座桥下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终于在桥下发现了一下 小家伙的踪影 这种动物最大的特点 就是会排放臭气 而狗子一闻到这种气味 就蠢蠢欲动 这也是为什么狗子们不假思索 选择从15米的长桥上 跳下去的原因 这种动物就是水雕 别看它个头小 体重只有两公斤 但却总能以比它 大好几倍的动物为食 再加上水雕喜欢生活 在靠近水源的环境中 所以出现在这座 所谓的鬼桥下 也是不足为奇 其实这种动物 一般是生活在森林里面的 但因为人类的乱砍乱法 再加上水雕那柔软的皮毛 可以做成雕 所以有些雕法分子开始偷猎 水雕也是逼不得已 居住在了桥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